农夫山泉9633,HA是中国领先的饮用水供应商之一,成立于1996年。 公司业务涵盖饮用水生产、销售、分销及经营管理,包括天然矿泉水、纯净水、养生水、茶饮等产品。 以下是农夫山泉的业务详细介绍。 天然矿泉水,农夫山泉的主力产品,取材自源于中国南北的多个地方。 包括长白山、华山、恒山、松山等多处天然泉源。 公司的天然矿泉水通过现代科技工艺,经过多次过炉、消毒、无菌灌装等严格程序,保证了水质的安全、健康,并荣获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卫生部等多个国家机构的认可和荣誉。 纯净水,农夫山泉还推出了纯净水产品,以便于不同人群的需求。 如婴儿用水、生活饮用水等。 养生水,农夫山泉还研发了多款养生水产品。 如植物养生水、矿物质养生水等。 满足了消费者对不同养生水需求的市场需求。 茶饮,为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饮品的需求。 农夫山泉还推出了茶饮产品,包括绿茶、乌尔茶、花果茶等多种口味。 生产、销售及分销。 农夫山泉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大量生产基地。 生产线条农学达28条,年生产能力超过10亿箱。 同时,农夫山泉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分销体系。 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遍布城乡的经销网络。 覆盖了全国近千个城市和乡镇。 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品牌推广,农夫山泉通过大力投入品牌推广。 赞助多项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和公益事业等多种形式。 积极推广健康、环保、文明消费等理念。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 农夫山泉作为中国领先的饮用水供应商。 其业务涵盖了多种产品和服务,从生产到销售。 分销、品牌推广等全方位的业务模式。 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健康的饮用水产品和服务。 并不断创新和扩大业务。 满足消费者对不同需求的市场需求、优点。 高品质产品。 农夫山泉以高品质的天然矿泉水产品闻名。 通过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 保证了水质的安全和健康。 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口碑。 销售网络广泛。 农夫山泉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完善的销售和分销体系。 覆盖了全国近千个城市和乡镇。 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多元化业务。 农夫山泉在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方面具有多元化的优势。 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并在茶饮等产品上不断创新。 稳健财务状况。 农夫山泉的财务状况稳健。 收入和利润增长稳定。 负债率低。 资产利用效率高。 具有较强的财务实力和经营稳定性。 缺点。 品牌依赖度较高。 农夫山泉品牌知名度较高。 但品牌依赖度也相对较高。 对企业风险控制和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业务集中度较高。 农夫山泉主要业务集中在饮用水产品上。 相对缺乏多元化的产品线。 未来需注意风险控制和业务扩展的平衡。 市场竞争激烈。 中国饮用水市场竞争激烈。 农夫山泉面临来自国内外多家知名饮用水品牌的竞争。 未来需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维持品牌竞争力。 机遇。 中国市场需求增长。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饮用水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 为农夫山泉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机遇。 消费升级趋势。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和品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高品质、天然矿泉水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这将为农夫山泉的业务发展提供机遇。 农夫山泉在茶饮等产品上的不断创新。 以及对新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开发。 将为企业未来的业务扩展提供机遇。 未来展望。 随着中国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和消费升级趋势的加速。 农夫山泉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作为中国领先的饮用水供应商。 农夫山泉将会继续推动多元化业务发展。 不断创新和扩大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安全、健康的饮用水产品和服务。 未来,农夫山泉将会在品牌建设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更加积极和有力的措施。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保证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综合以上分析。 农夫山泉作为中国领先的饮用水供应商。 具有高品质产品、广泛的销售网络、多元化业务和稳健财务状况等优点。 但也存在品牌依赖度高、业务集中度高和市场竞争激烈等风险和挑战。 未来,农夫山泉将会抓住市场机遇。 继续推动多元化业务发展和创新。 加强品牌建设和风险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重要声明,所有内容,包括本教学视频,绝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特定推荐意见及或不构成任何游说或邀约,以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证券,期货、期权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产品。 内容亦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而编制。 投资者不应指内容进行投资。 本网站包含的所有内容、资讯,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该内容的特定人员的特定需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 投资者应考虑各种金融产品的个别特点。 个人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别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快订阅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给我一个like和share一个哦。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你的一个小小赞好。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鼓励,谢谢,下次见。